过年期间 你最不可或缺的仪式感是什么 我是广东人 春节前夕的话 妈妈就会去花室里面 买一盆大的一个金菊 寓意着大吉他米 属于我们家的仪式感 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元素 应该是春晚吧 说红包啦 贴春年 炸那个丸子 拍个全家福 每一年的放在一起 打成一个相册 用心地给父母准备一份年货的礼物 在大年三十那天晚上 把它拿出来 让父母去拆盲 我觉得很有意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由湖南卫视 芒果TV小芒APP 三平台播出的 小芒年礼节特别节目之 忙着过新年 我是主持人李珊明子 今天是元旦节 预祝大家 2023新年大吉 为了让大家提前有这种辞旧迎新的年味 大家可以看到 年货今天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芒年味馆 一起来找到属于我们的新春仪式感 同时也要告诉大家 从12月30号到1月10号 上小芒APP 点击首页 红包派发 领666元 新意红包 年货四折起 那今天呢 我们的小芒年味馆 会是谁来做客 给大家拜早年呢 让我们欢迎他们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小芒年味馆 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祝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才人广见 大家好 我是吴依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能够多拿红包 大家好 我是范儿琪 阿尔福二三年祝大家 突飞猛进 也嘟嘟拿红包 风波在外 然后这惦记的肯定是家乡的味道 那大家过年的时候 家乡有没有特别的习俗 因为我知道每个地方好像过年 有不同的仪式感 东北的朋友是不是都 一定要吃饺子 对 那是一定的 而且饺子里面一定要包钱 你吃到过吗 一次没吃到过 吃到也不知道 可能吞了 对 吞了 这个玩笑开不懂 送过吃饭 其实咱们吃的这个仪式感吃的是一个福气 对不对 对 因为我是湖南人 我们湖南很多地方 就是早上吃年夜饭 前一天的半夜 起来准备这个年夜饭 其实是年早饭了 然后边吃 吃着吃着吃着就天亮了 我们是过年玩着玩着天就亮了 对 过年还熬着大夜 熬着大夜 其实关于吃年夜饭 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习俗和习惯 那有的人会觉得在外面吃 有的人会觉得我一定要有那个亲自下厨的仪式感 那你们觉得呢 我是一定要跟家人一起吃 但是最好不用我下厨这种的 我也是 我也觉得说仪式感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吃 就是仪式感 对 然后一般来说都是我爸爸做 然后我妈可能也会在她那边做几道菜 然后拿过来一起拼着吃 这种拼着吃很新潮 而且很温馨 对 很温馨 因为我爸妈不住在一起 但是他们就是会各自做各自的拿手菜 但是有一种交换礼物的感觉 有一点 对 对 我是到小的时候 我会喜欢跟家人在一块 然后在家里做饭吃 我觉得仪式感会好一点 然后长大一点了 我比较喜欢带他们出去吃 因为小的时候他们都很节省 大概把钱都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所以长大了就希望带他们出去吃 其实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安排了 一波接一波的仪式感 比如说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小糕点 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小零嘴的开始 我给你坦白 吴依 本来那个导演说是要给准备蛋糕的 但是他们实在是害怕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一块一块 一小块一小块 为什么呢 他喜欢吃蛋糕是吗 吴依你自己坦白一下 因为之前在一个节目里 他们给我拿蛋糕 然后我分不清怎么拿自己的那一份 我们两个一起 这是四个 四个 就这拿一个 不 两个加加层 不是 三 二 一 这是一包 这个可能是我的代表座吧 其实现在年夜饭的形势越来越多了 你看我们刚刚有聊到的 有自己在家做 有出去下馆子 但是呢 像菲儿姐这种 又想吃到大厨做的那个年夜饭 但是呢 又不想出门 也不想自己动手怎么办 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非常非常新潮的菜法 叫做玉制菜 没有 我也试试吗 我觉得这个大家非常值得拥有 它其实呢就是已经烹饪好了 然后呢用一些特别的方式保存下来 咱们拿到以后呢 可能只需要稍微的再烹调一下 甚至直接它可以自热打开就能吃 真的假的 真的啊 这就是我们广州酒家提供的玉制采年夜饭 感谢小芒年礼节年礼主族观广州酒家 年货就选广州酒家 现在上小芒APP首页点击小芒直播 或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广州酒家直播间 红款美味带回家 那接下来呢 咱们三位嘉宾既然来做客就得忙起来了 因为呢马上要进入到的是 忙着送福气的环节 等会呢我们的三位嘉宾会各自为战 来完成我们的互动 在互动结束以后 最终得分最高的那位 将成为我们今天的年礼福利观 给小芒广州酒家直播间的用户送上福利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都有些什么好菜 我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玉制菜 我很爱吃的一道菜 盐鸡鸡 我超喜欢吃 豉油鸡好吃 我喜欢这糖醋生炒骨 妈呀 佛吊强 还有花椒鸡 天哪 花椒鸡很补味 就是很美容 这就是我们贴心的广州酒家 为大家准备的一制菜 但是只能先看看 稳稳 离场场还有点距离 第一个互动已经来了 准备好给大家送福气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 福气你走吧的环节 我们客人都已经上桌了 这桌上怎么空空努力 我觉得心里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 怎么办呢 是真没看出来 怎么办 要靠自己的努力 说好了福气你造吗的环节 对吧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福气字的九宫阁 三位嘉宾依次选择 九宫阁上的制造具 送出新年祝福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继续加油 若选中主持人提前贴好的鞭炮字 则失败 你贴吧 我就选带鞭炮字 没有鞭炮字 剩余两人可自选两道广州酒家玉制菜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 这个福气字九宫阁已经换成了财字 那么依然呢 我要去做这件坏事 我要给它上个鞭炮 好了 那我们开始造句送祝福 谁先来 师兄 我选精彩的彩吧 我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都能精彩 每一天都能见到彩虹 每一天的颜色都是彩色的 五一有进步了 他从加油 已经开始变成了精彩彩虹 彩虹和彩色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继续加油 刚才想了一下 恭喜你已成功地送出这份彩色的祝福 好 压力来到了范世奇身上 选那个右下角那个彩就好了吗 哦 兴高采烈的采 就兴高采烈的来一个 彩蘑菇的小姑娘 带着祝福一落狂 祝大家新年土匪蒙紧啊 红包拿到手软啊 嘿 对 看别忘了 好 好 好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 我踩到了 彩蘑菇的范世奇有没有彩虹 他想要踩到的鞭炮字呢 让我们介绍答案 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幸运 好 那接下来又是贝尔 那就彩呗 独彩 选了一个好像有那么一点难送祝福的字 祝大家新的一年能够彩着彩桥 走向人生的平坎大道 哇 好有文化啊 绝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 哇 恭喜 这鞭炮藏得好啊 菲尔姐 在送福气这个环节 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不容易啊 我学到了 武艺 现学来一个 我选那个才吧 最左边最上面那个 这个才 对 好的 好的 我希望新的一年 你去公司上班的第一天 老板就对你说你真是个人才 真是个人才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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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觉得很好 可以 这很棒 好 看看 吴亦的 好 吴亦的人才 背后会不会有鞭炮字呢 我觉得应该没有 我想把它留给范士奇 谢谢 满足一下他的心愿是吗 是 好 公布 好 好 好 你的机会越来越大了 我选猜 猜 猜 你猜 你要怎么送祝福 好 猜不透 鞭炮到底在哪儿 但是我 还要祝你土肥梦境 红包拿到手软 好棒 照这熟悉的歌声 你想请说 这种哀伤的歌 要这么送喜庆的祝福 结果歌词真是有应改 我是不是 我立得不来没有变 这全都是我 祝你土肥梦境 红包拿到手软 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方式 好 那你猜 这个猜子背后 会不会有编炮子呢 我猜有 我猜有 你猜有 我猜也有 总该有了吧 你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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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小心要你猜透了 我 长得这么大 第一次猜 让我猜到了 我觉得我从此以后 人生会变得无比的幸运 也希望把这些幸运 带给你 电视机前的你 我很感激 我很感动 这轮就要恭喜 武艺和菲尔可以选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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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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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咯 哇 现在呢 我们已经凑齐了一桌 丰盛的 广州酒家年夜饭了 赶紧来一起尝一尝 先尝尝 这道广州酒家的佛跳墙 她是经过了24小时交替熬制 用了十一种原材料 有营养又美味 不得不说 菲尔真的很会挑 好喝 我要先尝一尝 武艺给大家点的这道汤 这个汤 我觉得一定是 咱年夜饭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一口喝下去 觉得浑身都有暖意 是不是 对 你刚刚是不是看着她的名字选呢 对 感觉很厉害 她何止是听起来厉害 她非常的厉害 她叫做 黑虎掌 对 她叫做黑虎掌菌松茸汤 她不叫黑虎掌菌松茸汤吗 还是黑虎掌菌松茸汤 还是叫黑虎掌菌松茸汤 她叫做黑虎掌菌松茸汤 你看她里面的这个料非常的足 它里面这个菇很鲜很嫩 很嫩 而且这个汤也很浓郁 还有桂鱼 这个汤 我觉得我跟菲尔姐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它就是传说中的八分钟自热 一扭就热很快就能吃 还有你刚喜欢这个盐炸鸡鸡也很厉害的 广东名菜 它这个盐炸鸡鸡最重要的是香而不腻 尺度把握得特别特别好 回家这年夜饭 不仅仅吃的是一份桌上的美味 还吃的是一份团圆的美意 暖的是心 所以才有那首我们从小唱大的歌 唱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哪怕给爸爸妈妈筷子洗洗碗 老人不秃儿女为家出了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就吐个团团圆圆 全部都是才华很厉害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 听到饭桌上有人唱歌 就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每逢过年 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 来 给你大叔表演一个节目 唱歌了 朗哥送吧 有没有一种亲切的熟悉感 那太有了 无论是过年也好 还是说婚礼现场 都会被cue起来唱一首歌曲 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吗 什么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金钟鲍骨 真的假的 金钟鲍骨是我爸爸那一杯唱的 来 大宝 站起来给你大爷唱一首歌 我一站起来 我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就 浪烟起江山被遗忘 龙起卷马长似简起如霜 心似黄河水已茫茫 二十年总横见谁能相抗 然后就大爷一起唱 大爷一起唱 马蹄的巨人被忘 就开始了 然后就变成了全场的一个大合唱 那你是真的连词都被他熟 我说的是从小唱到大 我没有撒谎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他活得挺不容易的 我活得相当不容易了 我跟你说 你觉得就是因为小时候唱歌就好 然后家长就显霉 不是 我是觉得我有勇气站在舞台上唱歌 来自于小时候家长 没事就让我站起来唱 原来你是这样练出来的 我是这样练出来的 其实是来自于爸爸妈妈的一份骄傲 我儿子真棒 是不是 可能我小的时候学习不是很好 但是经常会有一些 学不学好的人来家里窗门 就会 我家孩子这一次又考了班级第二 我就怎么怎么样 我就在旁边 我现在怎么还不Q我呢 Q我起来赶快表演一个节目 用别的方式秒杀他 太可爱了 无意呢 我其实还好 我爸妈不会说逼我表演节目 特别是近几年是我 我一般是我逼他们来看我表演节目 真的吗 变魔术吗 对 特别是去年过年 我买了好多魔术道具 然后我就是逼他们看 需要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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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我们吗 需要 你说现在吗 对 现在需要你们可能要看一下 有不幸的 看看能不能拆穿 好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过魔术了 你要万一拆穿 你们也别说出来 行 这是一副普通扶克牌 你们可以帮我洗一个牌 可以 怎么洗 随便洗 就是一副新的扶克牌 好 你看 这是 让我 可以 可以 然后这是一副你洗的扶克牌 对吧 我随便分三份 然后你可以随便再拿一份出来 这不是两份吗 对 你再拿一份 所以他让你随便拿一份 对 好 我不用看我就知道这是什么牌 真的吗 我猜这是大王 你不看了吗 没错 我先说出来 那你亮出来吧 我现在就拆出来 来 等一下 我要待会儿 我是要三个一起亮 这个是梅花三 不 梅花二 梅花二 好 这个是方片舞 你看 我说对了 对吧 他太可爱了 这应该是成功了吧 春姐说成功了 成功 成功了 猜对了 对 不容易 反正后来就觉得感觉看我魔术的人更不容易 我觉得很快乐 真的很可爱 因为我身上就是我稍微学会一点点 还没有练我就想 急切地想表演 就手法还没练呢 对 就想表演给大家看 连凡事棋他都没拆穿呢 证明是成功的 成功 你太善良了 我想问的是 请问这张大王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呢 是在洗牌的时候第一张就看到了吗 对 你好聪明 其实这是一个普通的扑克牌 就是我之前编的那种是道具多的 反正有很多种的 所以就很厉害 那家里亲戚是怎么评价咱的这个魔术记忆的 他们就是想说要我再练练 我今天也有一个魔术想给大家变一下 真的吗 是的 我这个魔术酝酿了好久好久 刚刚终于变成功了 是吗 就是我们今天的年礼福利关已经诞生了 恭喜李飞儿 好 本期的福利呢 就是由广州酒家独家提供的超值年礼 年年有余礼盒一元秒 广市美味全家共享 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在我们小芒APP的首页 点击小芒直播 进入到广州酒家直播间 年礼等你带回家 小芒年礼节的福利呢不止如此 从12月30号到1月8号 小芒九大品牌直播间天天一元秒 品牌好物四折起一起过朝年 同时呢要告诉大家 1月8号尽情锁定小芒年礼节收官之夜 包含了华为手机等万元商品一元秒 更多的神秘福利等你来拿 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福利呢 就是由我们的福利官李菲儿送出的 谢谢他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 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细数年位 拜拜 这里是新年小贴士时间 新年去亲戚家吃饭 要先等长辈做好才啰嗦 吃饭的时候要端起碗 如果不小心碰掉了筷子 打碎了碗 不要慌张 可以立马说出新年祝福与 新的一年 碎碎平安 你记住了吗 在这里呢 无意要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2023 祝大家 兔飞猛进 红包拿到手软 亲爱的你 2023和喜欢的一切 在一起 遇见的都是美好 在一起 遇见的都是美好 这一年 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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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好